大家可以走跪一點 我們先走 慢慢來 先搞定 好了 我們先看中間 可以嗎 OK 大家 我知道社會很關注港珠澳大橋 這個防波堤 波石的安排 大家都理解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已經就著有關的事情 發出了一個聲明 也解釋了他們的設計 我們也非常關注有關的報道 同時 也跟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作緊密的溝通聯繫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會盡快透過傳媒朋友 向公眾交代 港珠澳高鐵 在石崗亭坊處 它有四個車輪 離開了高個車軌 一個小的距離 我知道 港鐵公司和它相關的專家 也都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 政府部門也是全力跟進 我相信在這個時候 不惜營足太多的傳測 因為有關出軌的情況 原因是甚麼的確確 我們都需要做一個很仔細的研究分析 然後向大家做一個交代 港鐵有沒有答應你們 何時會交報告給你們 還有你們還有甚麼跟進工作 可以確保高鐵通車之後 安全無誤 還有會否延誤通車時間 港鐵公司呢 我們的期望 它盡快跟我們作出一個交代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調查本身 那個理論和科學基礎要擇實 在這個香港揭露通車之前 整個政府團隊 以至港鐵都會做全面的一個測試 包括動態、正態、溝通、訊號 確保它的安全 才會批整個通行 好 任何人要批整個工具 好 什麼事情要做 Conservation 當然 大家要把鋪魚完蛋 每天都不見到 這場會 到達到你的鋪花 還要盡上 我們要看外面的鋪花 之後 這場會不會再穿 要進行用 我相信公司的控制公司公司司务略出了一天以前。 我们们的前衣 colleagues在很密éri地设计和他们、 解释制作员和为我们帮助 Europeanним届成功解释给大家的信息、 兩者都要做 公鐵通車日期會否延誤 還有港豬澳大橋方面 港方會否有機會去跟進安全問題 即是自己派專家去檢驗 我相信我們都處理這個有關的問題 都需要相對的客觀 我們看到的情況當然是非常關注 但我們都明白 港豬澳大橋管理局也作出了一個澄清 我相信我們都需要給他一些時間 作出一部解說 我們是非常關注這個橋 和高鐵安全的口令 但整個政府團隊是有決心 在確保這個大橋和鐵路安全之後 才會容許它使用的 公鐵通車日期 會否派人去跟進香港這邊 我們不排除的 有需要我們會的 公鐵通車日期會否延誤 這個還沒回答 之前問了三次 公鐵通車日期會否延誤 慢慢來 公鐵通車日期 公鐵通車日期會否有機會延誤 在目前來講 我見不到有這樣的情況需要 好嗎 謝謝 你覺好記性的 多謝你習慣 謝謝